主会场,徐庆峰在讲话中,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代以来,和2017年全省中医医政工作成效,他指出,全省中医医政工作,以提前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制造,经济为日二位生计生工作中心任务,以自由五招一提升为总体思路,坚持改革与发展定区,切实加强能力建设,持续改善中医要服务, 全省中医服务体系更加健全,服务能力持续提升,群众获得赶进一步增强,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,省中医医医局局长徐庆光讲话,党的十八代以来,中医医政工作各方面成效,一,服务体系更是完善,二,服务能力持续增强,三,医改不断生化,城乡中医医医服务逐步均衡发展,四,航空建设不断加强, 大一京城深入人心,开展弘阳大一京城主题活动,引领全省中医要工作者,做到严育修身,诚心心医,严育用权,异发心医,严育御移,连接心医,深入落实酒不准要求, 实施改善医疗服务三年行动计划,实施改善服务环境,创新服务举措,优化服务流程,改进服务模式,不得改善人民群众感受, 五,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大,2017年中医医症工作实现成果, 一,二,第一联体建设备主要抓手,中医医疗服务分析诊疗制度加实推进, 三,服务乡村振兴战略,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提升, 市定广东省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, 三五行动计划实施方案,照财专级会议进行部署, 强化组织保障,财政投入和督导检查,深入推进基层中医药工作, 2017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4200万, 省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1800万, 用于支持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疹疼医疗区, 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,全省建成了1416个中医馆,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, 强化中医药事宜技术推广, 2017年共开展网上视频教学18次,组织授课50多场, 12500人次参加培训,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, 创建工作,新增4个先进单位, 6个先进单位顺域通过复讯, 4. 打造平台高低, 中医药特色优势得到发挥, 5. 完善准入机制, 推动中医药人才队务建设, 6. 完善配套政策, 8. 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, 7. 加大社会反应力度, 推进中医药服务多元化格局, 8. 完善治外病体系, 中医科预防保健中的主导作用显现, 9. 深化方管服, 中医医症管理有了新举措, 10. 强化监督指导, 强化中医医疗系统, 医疗质量建设和医疗风险防范, 主会场, 徐庆峰强调, 在看到成效的同时, 我们也平平认识的, 当前全省中医服务优质资源总体不足, 中医医疗服务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追求, 与现时代发展要求, 仍有较大差距, 区域发展不平衡, 越东西北地区医疗服务短板期待补齐, 阻碍中医机构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依然存在, 社会半衣发展不充分, 多元半衣格局尚未形成, 中医医疗服务管理形式和手段依然粗暴, 质量和安全水平急需提高等问题仍然比较粗粗, 这些问题需要在下一步工作中加大力度加快解决,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